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首先 苹果公司第三季度iPhone销售表现超出预期 并预计将推出包含i功能的重大软件升级 这将进一步推动销售增长 尽管在中国的销售下降 但苹果对长期前景依然乐观 接着我们来看看芯片巨头Intel的最新动态 公司预计季度收入将低于预期 并宣布削减15%的员工 这一消息引发股价大跌 创下24年来的最大跌幅 Intel正面临驻与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 市场价值大幅缩水 背后 中国的Y20军用运输机在俄罗斯机场被发现 恰逢中俄战机在阿拉斯加附近进行联合巡航 这是两国首次在该地区进行联合巡航 显示出中俄军事合作的加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苹果公司AppLink 在第三季度的iPhone销售表现超出预期 并预测在未来将继续增长 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引入 尽管其在中国的整体业务表现不佳 苹果计划在今年秋季发布被分析时称为 iPhone有史以来最大的软件升级 包含人工智能功能 这一升级预计将推动用户换购新款iPhone 16系列 尽管中国市场销售下降6.5% 但苹果通过在中国市场对iPhone进行折扣销售来与本地竞争对手如华为竞争 经过的季度每股收益为1.4美元 高于华尔街预期的1.35美元 服务部门销售额也高于预期公司维持每股25美分的股息 并宣布了11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安华早报报道 卫星图像显示 两架中国空军的Y20运输机 在俄罗斯远东的阿纳德尔机场停留 对与中俄战机在阿拉斯加附近联合巡逻的时间 想吻合 中俄两国在7月24日首次在阿拉斯加附近联合部署轰炸机 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的加深 中国的H6K轰炸机可能从俄罗斯基地起飞 已达到北极地区 单系认为 这次联合巡逻是中国轰炸机执行战略巡航任务的最远距离 东俄双方都确认了这次联合巡逻 但未透露具体路线 北美防空司令部 努尔埃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 发现并拦截了这些轰炸机 这也是首次有中国A处飞入国际防空识别区 《环球邮报》报道 管道运营商Enbridge中司Enbridge Inc 提高了全年利润预期 受益于新收购的资产和项目 Enbridge今年完成了多项交易 包括以43亿美元收购美国公用事业公司 Quester Gas Company和Wexpro 公司还批准了Premium盆地 Grey O管道的扩建 并表示Enbridge Gas Ohio和Enbridge Gas 渔潮的整合工作进展顺利 然而公司第二季度利润低于预期 部分原因是加拿大天然气传输部门收入下降 和较高的借贷成本 尽管如此 Enbridge调整后的核心利润预期上调至177亿 至183亿加元 相比之下 同行TC Energy报告的利润超出预期 得益于天然气运输量的增加 并预计人工智能热潮将进一步推动需求 南华早报指出 美国的中国遏制处 美国的中国遏制战略及其重新工业化的转变 正在缩小高收入经济体中竞争性产业的市场 这些经济体可能会面临与技术独立的中国的日益竞争 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这种多方面的挤压 可能会将它们推向中等收入状态 日元、欧元、韩元和新台币等货币的走势 类似于长期熊市 德国、日本和韩国等高收入经济体在二战后 通过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中找到竞争优势 获得了特定领域的定价权 这种优势在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后被放大 然而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制造业的进步 这种平衡受到了压力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尤其是切断中国与高科技供应链的联系 进一步打击了这些先进经济体 尽管如此 中国的技术进步并未显示出放缓的迹象 美国未来的政府 无论是由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还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林等 都可能会扩大对中国的技术制裁 美国的再工业化计划可能会通过增加关税和扩大补贴来支持本土产业 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中等强迫的经济 参议员马莎、布莱克、本河、汤姆、蒂利斯共同引入 该法案的出台是为了应对先进生成性人工智能工具带来的风险 如OpenEye的All-Eto Firefly和Me Jeremy等 这些工具能够从单张照片或语音记录生成逼真的深度伪造 可能会对个人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例如一位巴尔德摩高中校长的声音被埃克隆 用于制作包含种族歧视和诋毁内容的假录音 该法案还回应了伦理学家的警告 只说埃摩尼死者可能导致数字幽灵现象 如果该法案通过 个人或客人或亲属造成困扰 如果该法案通过 个人或公司将因制作未经同意的数字复制品而承担责任 而平台如Instagram和X 也将因托管未经授权的深度伪造而承担责任 《环球邮报》报道 本周的技术简报中介绍了几项新技术和趋势 首先是一款名为FriendEye项链 这款项链通过内置的麦克风 随时聆听用户的声音 并通过关联的应用程序进行文本回复 旨在成为用户的爱朋友 其次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进军加拿大市场 但可能面临来自加拿大政府的关税和激励政策排除的挑战 比亚迪的最便宜车型售价约为1万美元 远低于特斯拉的最低价车型 加拿大财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警告称 廉价的中国电动车可能会压垮加拿大的新兴电动车产业 最后户外服装品牌R-Chris与Skip公司合作设计了一款电动外骨格登山裤 这款裤子配备了膝盖处的轻量电机 可以为登山者提供额外的动力 使他们感觉像是减轻了30磅的负重 这些技术的发展展示了爱河电动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但也引发了对隐私和市场竞争的担忧 亚和US美国股市期货在周五全面下跌 因芯片制造商英特尔INTC的惊人财报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担忧 给市场带来压力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YFNG下跌约1% 迫近400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ECR下跌1.1% 安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NKIF在英特尔和亚马逊MZN惨淡的财报 发布后下跌了1% 华尔街正在担心最近的数据所显示的经济放缓 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历史高位的时间过长 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交易员们预计今年将有三次25个基点的降息 分别在9月、11月和12月 且其中一次可能达到50个基点 英特尔的财报使投资者对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投资方面的回报产生了质疑 英特尔表示将财源并暂停分红 因其销售预测不及预期且财报未达标 英特尔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超过20% 拖累其他芯片国 格尔班没有在贾斯珀山谷的一个草地上 查尔斯万塔纳加尔和他的家人 惊叹于老角山附近不断变化的浓厚白色野火烟雾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他说 但我们认为自己并不处于危险中 上周 万塔纳加尔一家在通奎英山谷徒步旅行时 一场大火迫使贾斯珀镇和贾斯珀国家公园的约二 五万人撤离 火灾摧毁了城镇的三分之一 公园加拿大的发言人米歇尔·马库洛表示 约有245人从偏远地区撤离 有些人通过空中或船只撤离 官员们联系了在公园注册的露营者 以确保他们逃脱 而要求朋友和家人联系公园调度 如果他们知道有人在该地区露营 万塔纳加尔一家被空运出来 他表示 这次经历并没有改变 他对再次进行这些土步旅行的看法 我会毫不犹豫地再做一次 只是不在短期内 另一名偏远地区露营者艾米利·霍夫伯 和他的苟吉八位朋友 在疏散之夜 在马林湖的渔夫湾露营 他记得该地区宁静祥和 只有半夜有一场小雷包 第二天早上 一名公园加拿大工作人员乘船 来到他们的营地 并按小喇叭 报知整个甲丝破阵已被撤离 霍夫伯说 他们通过农烟驾驶到达了 不夜店哥伦比亚省的瓦尔蒙特 他表示 穿过农烟可能是最可怕的部分 South China Morning Pashu持秉星 Mr.Beast的童年好友爱娃 泰森因被指控向一名13岁的粉丝发送信息而辞职 泰森自2015年起出现在Mr.Beast的视频中 现年28岁 是一名跨性瓶 2023年进行了医学过渡 泰森因涉嫌在与这名孩子的在线友谊中发表性提论 而受到批评 并被指控与一位名为Sharmon的艺术家互动 后者绘制了性化年轻女孩的图片 泰森在Gex弦称 威乐上表示他从未诱骗任何人 并称所有指控都是虚假的 受害者LavaG S否认被诱骗 称泰森从未做错任何事 只是开了一些尖锐的玩笑 Mr.Beast的真实姓名是吉米·唐玛森 他表示对此行为感到恶心和反对 并已聘请第三方调查员进行调查 唐玛森表示他已采取立即行动 将泰森从公司 频道和任何与Mr.Beast的关联中移除 南华早报报道 橄榄球七人至明星伊洛纳马赫 在巴黎奥运会上不仅在赛场上表现出色 还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与美国女子橄榄球队一起 赢得了历史性的铜牌 那也是该队首次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 马赫在TikTok和Instagram上 发布了许多幽默且充满力量的内容 展示了他和队友们在奥运村的生活 以及他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他的视频不仅吸引了大量粉丝 还招募了退役 E&MFL球员杰森·凯尔斯作为超级粉丝 通过Bispatuzhanes标签 他致力于传播积极的身体形象 并为橄榄球和女性体育运动争取更多关注 在巴黎奥运会上 美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击败英国队成功进入半决赛 马赫在比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环球邮报》报道 英特尔公司在周五面临自2000年以来最严重的股价下跌 预计市值将蒸发近250亿美元 公司宣布暂停派息并裁员15% 以资助器昂贵的芯片制造业务转型 英特尔曾是全球理先的芯片制造商 但近年来在与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和其他芯片制造商的竞争中落后 英特尔的市值曾在2000年达到近5000亿美元的峰值 但在随后市场崩盘后从未完全恢复 如今英特尔的市值仅为英伟达的不到5% 并且低于应用材料公司和LAM Research等设备供应商 Belling Point Capital的首席投资官麦克尔·舒尔曼表示 英特尔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是被遗忘的科技巨头 未能超越2000年的高点 并在RI革命之前难以恢复盈利 南华早报报道 尽管苹果公司在第二季度的中国销售额下降 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前景仍充满信心 苹果在大中华区的收入在6月份季度为147.3亿美元 同比下降6 库克在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中表示 尽管销售额下降 但大部分原因是外汇波动 市场在固定汇率基础上仅下降不到3% 库克指出中国市场在2024年上半年商业环境有所改善 并对长期机会充满信心 尽管iPhone在中国市场的排名下降 但库克认为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表明用户对iPhone升级的需求依然强劲 苹果计划通过人工智能 i功能推动下一轮增长 但由于中国和欧盟的严格监管框架 苹果智能Apple Intelligence暂时未在这些地区推出 库克表示 苹果正在与监管机构进行建设性对话 以期将i功能带给所有用户 CNN冒到华尔街对大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投资感到不安 尤其是这些投资何时能带来实际收益 自从ChatGPT印发II竞赛以来 科技巨头们承诺这项技术将彻底改变各个行业 并为此在数据中心和半导体上投入数百亿美元 然而迄今为止 他们推出的产品大多只是一些没有明确盈利入境的聊天机器人 节省成本的i编程和客户服务工具 以及有时会出错的i搜索功能 投资者对这些巨额支出没有带来显著收入增长 感到焦虑 导致如亚马逊和英特尔等公司的股票大跌 尽管如此 科技公司领导人仍坚持认为需要更多时间来实现i技术的货币化 立即这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这种长期投资回报的前景让许多投资者感到不安 因为他们习惯了硅谷公司季度增长的可靠性 兰华早报报道一项新研究显示 由人类引起的全球变暖增加了全球75%陆地面积上的降水变异性 导致降水模式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这类农业水资源供应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广泛影响 研究发现欧洲澳大利亚和北美东部的降水变异性尤为显著 随着气候变暖 大气湿度增加 极端降水事件也在增多 这种变化可能导致更多的洪水和干旱 研究人员利用1900年至2020年的数据发现 过去一个世纪中 降水变异性随着气温上升而增加 研究表明 这种变化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尽管观测数据存在不确定性 但研究团队强调 需要加强对全球各地降水的气候监测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JD Fance的母亲贝弗利·艾金斯的感人故事 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JD Fance正是接受副总统提名 但她的母亲应戒毒尽十年而感动了全场 贝弗利年轻时成为母亲 经历了多次婚姻和严重的药物成瘾问题 她的儿子J Dinson在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中 详细聊述了这些经历 尽管他曾因药物滥用被逮捕 并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 但贝弗利最终在亲人的支持下戒掉了毒瘾 用重新获得了护士执照 如今他在俄亥俄州从事戒毒康复工作 用自己的精力帮助他人 账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